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如何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施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一些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屬府的朋友經歷過2016年的大衝擊 在2017年是有所改善的 到2018年和2019年 這兩年的運程會較為回穩 工作方面是有所提升的 尤其是從事印刷和設計的 是較為有利的 在2018年尤其是在感情方面 避免捲入三角戀裏面 又或者因為桃花所引起的閒言閒語 同一時間在家裏面也會有些糾紛 又或者會有機會由家庭所引起一些官非 所以記得一件事就是 當你遇到一些問題的煩惱 最好就找身邊靠得住的好朋友去聊天 在健康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 小心腸胃病、注意飲食和多做些運動 記得一件事有病就要去看醫生 最後KIM祝大家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和喜悅與平安 在新年代表現象中得到 為悅小日和平安 正在最新一代表現 他們的生活計劃 在新年代表現中 在新年代表現中 限制世界最新的計劃 會在新年代表現中 除非你也會發揮